就这样子,贵人又再次的显现 贵人显现的时候,就以高价的价钱来购买Fanny这间屋子 比银行的股价高出了10%,将近38万的马币 我是Fanny,来自马来西亚柔佛州 Fanny其实是去年年头就开始加入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来学习太阳灵验转运法 当时就是灵验头就跟太阳公共禀告 希望Fanny可以在三年内学习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而得到了自己的梦想的家屋子 所以当时只是这样的想法 因为Fanny之前是跟着老公先生的弟弟的屋子一起住在里面 所以Fanny就在想着希望可以在学习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之后 能量提升再运用太阳灵验转运法的方法 让Fanny能够有机会买到自己梦想的屋子 真的很感恩Fanny在短短的六个月学习之后 就遇上了贵人 机缘巧合的安排一下 Fanny遇到了好朋友的先生 因为他是房屋发展商 他就介绍了Fanny有一间半独立的屋子 问Fanny有没有兴趣想要购买 Fanny当时说难道这是天地的安排 Fanny就很感恩的就去看了这间屋子 当时真的是意想不到 因为这间屋子是完全符合Fanny想要的梦想的屋子 全部的条件都是Fanny都很满意 所以当时Fanny就心想说 这看向银行申请贷款 看会不会通过 就这样 Fanny在申请的过程中 银行给Fanny通知说 因为这个屋子的关系 总部是不批准Fanny的贷款 但是分行的经理竟然答应来批准 Fanny的这个房屋贷款 真的很感恩Fanny觉得这个梦想即将实现 但是因为这个屋子是专门卖给马来西亚的土树 所以这个房屋发展商就说 需要两个月的申请时间 才能够把它卖给我们华裔同胞 所以真的很感恩 在这两个月期间 Fanny就有时间有能力 能够把自己现在住的屋子卖出去 就这样子贵人又再次的显现 贵人显现的时候 就以高价的价钱来购买Fanny这间屋子 比银行的估价高出了18% 将近38万的马币 再来Fanny因为快速的收出了这间屋子 Fanny不需要找房屋中介来教授 也因此也赚到了2%的中介的用金 所以在整个房屋购买的过程中 虽然遇到很多很多的阻碍 但是每一次Fanny都会自我反省 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 从中Fanny就跟太阳公公禀告 也做了太阳宁愿转运法 让Fanny的购买过程都很顺利的完成 所以很感恩这个太阳宁愿转运法 让Fanny有这个机会 能够有自己的梦想的家 所以真的 如果你们是新朋友 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或者朋友邀约的情况下 来到这个Zoom的连接 开你们的新门 来尝试学习 我们这里只是做实验 科学实验 所以只要你跟太阳公公成心成意的评告 你的梦想或者你的心愿 或者你想要改变什么 或者你想要设定什么 都可以一一的实现 所以这个太阳宁愿转运法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